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27篇 第40章 无尽的期待 另外三位刚刚从漫长沉睡中醒来的统领 都看向那悬浮的光幕 他们也满心期待 毕竟当初神王陛下离去时给他们的命令 便是要寻找出能登顶乌起楼的绝世人物 他们也等了太久太久 嗯 这军事 驾驭的是金爪神 看金爪神的速度 这军事应该未曾使用燃烧神力命术 三名统领接连做出判定 审视着屏幕上的罗锋 至于其他九名军士 他们只是目光扫过 并直接排斥掉了 在他们当值的漫长岁月 他们不知道看过多少精英军士 没到足够水准 自然不会吸引他们 仔细观看着 时间一秒秒流逝 三名统领都沉默着 好高明的神法 四大统领中 那一身血色铠甲的魁梧统领 惊变道 诸多身法精妙的想法 真是 他一个法则之主 竟能创出这一等身法 并且如此纯熟 和岩石巨人交手时 完全在戏弄岩石巨人 他哪里知道 罗锋为了磨练身法 可是在传承空间的 试炼战斗的虚拟空间中 和诸多强者交手 买至和三代祖师 都交手过多次 在那等高压下魔力 现在和纯奔的岩石巨人 厮杀自然轻松无比 即便是禁知世界中的永恒真神 也没资格得到三代祖师 那一层次的存在来陪列 即便是我 看了都有些触动 魁梧同龄感慨 你可是永恒真神 你一个永恒真神 都有触动 其他三名统领都道 四大统领 当初神王陛下离去时 他们都是获得 加封的虚空真神 而漫长岁月过去 他们中还是有一位 突破为永恒真神 只是按照神王陛下的命令 四大统领有职责 根本不得离开禁知世界 就像四大将军 虽也是永恒真神 可同样不得离开禁知世界 神王陛下离去后 也的确诞生了一些永恒真神 一一离开禁知世界 当然再也没有回来过 四大统领都被罗锋 这身法征服了 如果一名虚空真神 施展这身法 他们丝毫不在 可这是一名法则之主 法则之主和虚空真神的 感悟基础 完全是天地之差 法则之主 能做到这一步 他们从未见过 至少我们守护神王谷以来 他是我们见过 身法最强的一个 身法最强 其他也差不到哪去 四大统领接连开口 那魁梧统领更是期待着 或许 他就有希望 登顶屋起楼 顿时其他三位统领 安静下来 整个大殿中 都笼罩在一片 风雨欲来的氛围中 他们个个都盯着那屏幕 在看着 完成神王陛下的期望 这比他们突破为 永恒真神 甚至比他们的生命 还要重要 乌起楼第二层 那广袤的暗红色大地上 十座小型世界内 前五名军士非常狼狈 各个神体消耗几打 后五名军士 虽然也狼狈 可厮杀时间短 要好不少 特别是其中的罗峰 是最轻松的一个 从被传送到小型世界到现在 他的神体根本就没怎么消耗 毕竟 他连断面第一冲都没有施展 他完全是凭借金爪神 令自身实力飙升两层次 就足以和真神缠斗下去了 前五名军士 神体损耗很大 虽说一个个都还活着 可这么下去 要不了多久 他们便要开始有陨落的了 金爪神罗峰 扫视了一眼远处 其他九座小型世界 恐怕也就是他 能够在这等紧张时刻 还敢分心去关注周围 侮身愤怒嚎叫 突然响起 是前五名军士的小型世界 那五名暗红色岩石巨人 都在仰头嚎叫 嚎叫声凄厉 疯狂 嚎叫声和岩石巨人 之前战斗时的怒吼 完全不同 不但声音诡异 且还有着影响灵魂的攻击力 即便是其他小型世界的一些军士 都感到一阵心颤 罗峰他们一批的五名军士 个个忍不住朝远处看去 伴随着凄厉的嚎叫声 前五名军士也有些惶恐难安 感觉到危机即将降临 哗哗哗 突的在岩石巨人周围不远处的大地裂缝中 忽然涌出了一巨大的岩石大手 那岩石大手上 还环绕着滚烫的炽热液体 足足四只巨大的岩石大手 每一个岩石大手都有上百万公里宽 且伸出的岩石大手 还有着粗长的手臂 毫无征兆的突然出现 直接抓向精英军士 啊 前五名军士中 一脸上有着图纹的精英军士刚要躲 却半个身体 直接被那岩石大手一把握住 岩石大手死死握住那军士 高空中的古老秘文图突然开始不断下降 随着他下降 那么这古老秘文图朝下方倾泻的大量流光 给军士们闪躲时间更短 好 暗红岩石巨人也咆哮着 一拳轰击在被抓住的军士身上 砰 炸的那军士痛哭无比 砰砰砰 岩石大手抓着 岩石巨人狂杂 令军士神力不断消耗 开 开 开 那军士艰难挣扎 甚至神力操控着自己的神锤 总算在岩石巨人又一拳膝来前 将那岩石大手给砸出足够缝隙 令他一蹴而出 可就刚才被抓一会儿 他身体依然损失极大 哇 裂开的大地缝隙中 时尔毫无征兆 便冒出一岩石巨手 一瞬间 前五名军士都陷入崩溃中 之前如果说仅仅只是狼狈 那么现在便是真正的生死危机了 一边倒 在岩石大手 暗红色岩石巨人 古老秘文图不断下降 令反应时间减少 三重攻击下 吴明有着机械流宝物的精英军士陷入崩溃境地 不好 麻烦大了 他们前五个军士先遭遇到 我们要不了多久也会遭遇这一危险的 罗峰他们一批的其他四名军士则是慌了 金爪神罗峰则是思索着 显然 同一时间 只有四只岩石大手出现 并且 就是在暗红色岩石巨人周围 而且上空的密文图也在下降 罗峰意识到情况很危险 那四只岩石大手本身危险不大 可一旦被抓住 束缚住 就要被那岩石巨人肆意蹂躏了 幸好 仅仅只有四只岩石大手 怎么办 毫无征兆 四只岩石大手出现的毫无征兆 都是突兀出现 我该怎么应对 罗峰焦急 如果那古老密文图没有下降 那么完全可以飞高点 令岩石大手涌出地表时 自己有足够时间反应去闪躲 可天空古老密文图在下降 距离不断缩小 躲避流光的反应时间已经变少了 再主动飞到高空 那更加吃力 绝境 罗峰威威摇头 必有军事陨落 的确是绝境 随着古老密文图的不断下降 前面五名军士 处境越加艰难 匹田盖地的无数流光 疯狂朝下方轰击 密文图不断的降低 使得流光轰击下的时间 越加的短暂 令军士们被越来越多的流光轰击到 这每一道流光都媲美真神一击啊 大手 岩石巨人 密文图 空间不断被压榨 躲避岩石大手都越加艰难 前五名军士燃烧着神力嚎叫着 听尽全力一个个施展着各自引以为傲的秘法 或是攻击或是投 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能撑更久 不不不 一头飞翔的十二亿兽 直接被突兀冒出的岩石大手 一把抓住 紧跟着 暗红色岩石巨人便跟上 两个大拳头一次次砸着那十二亿兽 伴随着一声哀鸣 十二亿兽直接轰然消散 化为虚无 只留下些战甲宝物的 暗红色岩石巨人顿时羊头咆哮 兴奋不已 紧跟着 哇 岩石巨人 岩石大手等一切 进阶化为雀红色液体 流入大地裂缝 连之前陨落的 那一兽军事的战甲等 也被国家的流入裂缝中 而那一小型世界 也直接消散 整个第二层大地 只剩下九座小型世界 前一批的另外四名军士 在痛苦竭力挣扎 还不结束 第二层魔力该结束了吧 我实力下降大半了 再不结束我扛不住了 其他四名军士交集无比 对法则支柱而言 神体损失部分 实力却是暴跌的 所以在战斗时 刚开始巅峰时 神力消耗最满 可到了最后 实力一弱 神体消耗越快 消耗越多 实力就更加弱 就会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个个都急了 罗锋他们这一批五名军士 也在忐忑难安中 必须节省审理 否则活不过 这乌起楼第二层 正当他们不安时 那熟悉的声音 噢噢噢噢噢噢噢 五到七里疯狂的声音 响起 这声音直接钻入灵魂中 令五名军士感到星辰 怎么这么快 我们比他们晚久才开始的 罗锋他们这一批 其他四名军士都急了 他们比前一批 晚了约半个小时 被传送到小型世界 可最后噩梦的降临 却比前一批 仅仅晚了约十分钟左右 噢噢噢噢噢噢的一批冲天 同时仰头看天 高空中的古老密文图 轰隆隆隆不断下降 暗红色岩石巨人 也跟着飞起 怕自然是时刻跟随罗锋 要杀罗锋的 哇哇哇哇 四只岩石大手 单单手掌宽度 便上百万公里 手臂更是急差 直接伸出抓向罗锋 不过罗锋提前飞到高空 有了一个时间缓冲 以他的身法 倒也能从容躲避 开岩石大手 那座古老的大殿中 神王谷都获得 加封的四位统领 一位永恒真神 三位虚空真神 都无比期待地 观看着光幕 看着罗锋 在乌起楼第二层中的表现 小说 吞噬星空第二十七篇 第四十一章 最后的死结 光幕上 金炸神罗锋 在半空中 每一次都能 避开岩石大手 照样能戏弄那 暗红岩石巨人 甚至在刚开始 都能让那 无数射下的流光 碰不到他 可是 随着古老密文图的 不断下降 距离越加的短 便令罗锋 也越加吃力 时而被碰触到了 断灭 燃烧神力第一宠 罗锋 终于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这个军事银河 总算施展燃烧 神力秘书了 他还真有耐心 一直熬到现在 才施展神力秘书 作为特殊军团军事 基础传承中 就有一重燃烧神力秘书 本就应该会的 四大统领们 看到屏幕上一幕 顿时笑了 一旦施展神力秘书 罗锋的攻击 防御 速度闪躲 等各方面 立即飙升一层次 之前 吃力狼狈 一瞬间 再度变得轻松 在半空中 同时应对岩石大手 暗红色岩石巨人 无数流光 轻而易举 又过了数分钟 古老密文图 越降越低 甚至逐渐逼近 罗锋飞行所在 令罗锋不得不下降 他总不能贴着古老密文图 一旦贴着 那根本没法躲流光 这军事银河 这第二层对他没威胁 嗯 虽说这第二层最后时刻 会令他吃些亏 可他身体到现在都几乎没消耗 没影响 一个个统领 如此的 乌起楼第二层 那九座小型世界中 还不结束 暗红色夹凯少年 正飞窜着逃跑 古老密文图 已经下降到距离地面 仅仅只有百万公里高度 如此低的高度 令飞行也无法飞得高 大地裂缝中的岩石大手 只要一冒出 即可轻易笼罩 暗红色夹凯少年 碰碰碰 如此近距离 刘光接连轰击道 这甲凯少年根本不理会 因为到了这份上 根本没有躲避的可能了 他全身经小心下方 哇 岩石大手一出 甲凯少年立即躲避 不 甲凯少年竭力闪躲 却发现自己速度不够快 那百万公里宽的大手掌 紧紧部分冒出地表裂缝 便一把抓住了他 我的身体损失太多 实力降低太大 连全力躲都躲不开了 甲凯少年心中悲凉 同时也竭力操控兵器 从内部攻击 岩石大手 砰 暗红色岩石巨人 瞬间冲上 一巴掌一巴掌的 疯狂拍击甲凯少年 瞬间便被拍了超过二十掌 撕 总算从岩石大手中逃出 呼啸飞出 可高空中接连的流光袭来 不行了 甲凯少年感觉到自己身体越加弱 衰减速度越来越快 砰 地地裂缝 一岩石大手刚刚冒出 还未曾抓住甲凯少年 甲凯少年便被那流光 给直接轰击到掩灭了 只剩下一些战凯 机械流宝物等等坠落 又一军事陨落 就在甲凯少年 陨落了大概半分钟左右 砰砰砰 前五名军事中 幸存的三名军事的小型世界 瞬间消散 那岩石巨人也化为赤红色液体 流入了大地缝隙中 一切消散 幸存的三名军事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都绝望了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只要再过片刻 我就完了 结束了 三名幸存下的军事 又哭又笑 他们在受尽了折磨 艰难的不断撑下来 到最后 他们三名军事中 最好的一个实力都不足 一开始的十分之一 最差的一个 实力都不足之前的千分之一了 只要再过那么一小会儿 就得陨落 艰难活下 这三名军事 很快便从喜悦激动中 清醒过来 怎么办 我们身体现在弱成这样 实力这般脆弱 这才乌气楼第二层 接下来还有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我们怎么活得下去 对 我们实力已经弱成这样 三名军事担心万分 我们若 其他军事也弱 那便公平了 说不定 乌气楼还会提供宝物 令我们神体恢复 什么叫其他军事也弱 你们看 那个满河军的军事 到现在都能压着暗红 岩石巨人的 随着一名军事 指向远处 其他两名军事也看去 果真 在罗锋他们这一批 五名军事中 特别是罗锋 直至现在 实力都处于巅峰气 特别在他燃烧神力 第一重后 甚至都能压制暗红色岩石巨人 经常拿暗红岩石巨人当盾牌 不但用来挡流光 甚至挡那些岩石大手 竟强成这样 幸存三名军事唏嘘 忽然 哇 哇 三道光柱突然降临 笼罩三名幸存的军事 瞬间 这三名军事便消失了 去屋起楼 第三层了 罗锋 朝着扫了一眼 他们前一批五个死了两个 其他三个实力 都衰弱到一个极低地步 估计 我们这批也差不多 随着古老密文图不断下降 罗锋他们这一批军事 遭遇也越加恶劣 终于有军事陨落 片刻后 结束 罗锋他们这一批 竟也同样幸存三名军事 活下来了 哈哈 活下来了 其他两名军事惊喜若狂 可在看到罗锋时 却不约而同连连夺远 罗锋看了一眼 目光落在那高硕的虚中身上 轻声笑道 运气不错 还活着 许中心惊肉跳 后悔不已 他明白 这个可怕的军事迎合记仇了 哇 哇哇 三道光柱降临 笼罩锋他们三个 瞬间传颂消失 乌起楼第三层 是一片广袤的草原 随着罗锋 他们三道身影出现 第四批到了 第四批和第三批一样 都活了三个 一道道声音传来 罗锋一出现 则是朝周围远处扫了眼 这件远处 分散着一道道身影 有军事身影 有异兽身影 数量 确实挺多 一眼望去 广袤的草原上 算上自己足足有 十一名军事之多 十一名军事 罗锋按道 第三批和我们 第四批活下六个 看来 另外五名军事 就是第一批 和第二批的了 乌起楼第三层 竟然让所有军事集结 罗锋按道 罗锋仔细观看着 周围一名军事 顿时第三批和第四批的幸存者 吓得脸色都变了 个个远远 先顺移躲避开 而后在周围广袤区域 还接连施展 封印了空间波动 嗯 这 第一批和第二批 幸存下的军事都错愕了 他们都不是傻子 都看出来了 那个蒙和军军事一个眼神 就吓得第三批和第四批军事 都躲得远远的 显然实力不是一层次 我们也躲远点 第三批军事和第四批军事 个个如此 这蒙和军军事定是无比可怕 第一批和第二批的军事 虽不知道罗锋如何可怕 可谨慎下 还是一个个瞬移躲远了 而后也将周围空间封锁 这一幕 让罗锋摇头一笑 时间流逝 一天天过去 待得第六天 又有一批军事到来 一共是两名幸存军事 片刻后 第六批军事也到了 一共是三名幸存军事 转眼 便过去了近两个月 五起楼第三层的草原上 已经聚集了足足三十八名军事 一些新来的军事 和前面四批的一些军事认识 有些交情 也知道了那蒙和军 军事的可怕 不少也同样远远避开 可依旧有些自信的没躲 一个部落战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一蜿蜒盛开的巨大的植物生命 全身有着一朵朵鲜艳的花朵 其中最大的一朵花朵上 则是有着眼睛和嘴巴 正不屑说 我再没加入军队时 杀得部落战士便上万计了 说着那植物生命还挑衅的看向罗锋 你身体高近一公里 有如此大的身体 我们也不怕 远处一些军事脑 周围的挑衅 害怕 罗锋一律不理会 即使在那站着 终于 随着又再次出现的两名军事到达 乌起楼第三层的 这草原世界 总算有动静了 草原上空 忽然出现一巨大的 宛如水面波纹般的漩涡 幸存的四十名军事 各个看向上空 乌 时空犹如波纹般震荡 罗锋他们四十名军事 不敢身处草原哪里 都一瞬间 被挪移传送到了 那巨大漩涡的正下风 哇 哇哇 哇哇哇 高空的漩涡忽然降下一道道光木 直接将下方 草原直径约有十亿公里的一大片区域完全包围 令着十亿公里直径的一大片区域和外界完全隔离开 上方的漩涡直径也达到十亿公里 哇 高空中的那一颗巨大的眼睛 这一颗巨大的眼睛 俯瞎看下方 一时间 令下方包括罗锋在内各个感到灵魂好似凝固 呼起楼 一苍老声音 回荡在每一个军事脑海 前三层有生死危险 只要活着闯过前三层 便再无死亡危机 第四层开始 甚至会是各种传承奖励等等 你等闯得越高 获得好处越大 汤老声音道 当然你等必须活着度过 这第三层 嗯